无边无际的山川森林 波兰壮阔的蓝色大海 成群极对的野生动物 想看这些美丽风景 不用出国都可以看得到 近年国家在生态保育方面 都下载哪些真功夫呢 位于青藏高原的三公园 是中国最大自然保护区 足足有350多个香港那么大 拥有冰村、草原、湿地 分布着大量争稀生物 不说不知 现在好像仙境一样的三公园 曾经面临巨大的生态危机 经过当地政府全力推进退木还草 退坑还林等一系列政策 才重拾生机 生态健康与否 与我们息息相关 人同自然和系共生 社会才可以发展得越好 因此十四五规划就提出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以自然恢复为主 那要怎样做呢 首先就是要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了 现时中国有三区四大重点生态系统 十四五期间 要加快捉起这些地区的生态屏障建设 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 为野生动植物 和它们的棲息地提供足够保障 除了陆地生态 海人生态都要好好保护 十四五规划就提出 要推进美丽海湾的建设 包括加强填海监管 防范危险化学品 在海上洩漏的风险 完善自然海岸线 不得于百分之三十五等等 通过保护和生活生态系统 种种措施落地 距离2035年 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又买进一大步了